哎呦 阳光 早晨的阳光 现在是多少 8月23号 可能你们看这视频的时候已经到9月 这个构图我很喜欢 就是一个窄门 后面是蓝天 就表示 当你要看蓝天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需要通过一些 比较坎坷的道路 或者比较狭窄的道路 才能通向一片蓝天 所以蓝天白云的代价是有的 但今天不是这个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 今天睡醒的时候 就收到了 Bilibili的一封信 他送信讲什么 就是 1万粉丝成就达成 Bilibili B站 1万粉丝成就达成 现在可能我B站已经到了1.3万 1.2万 1.2万多 然后他们到1.2万5千以上 1.2万5百 不是 对 1万2千5百 这英文跟中文转换 真的是 1万2千5百以上以后 他就算成1.3万 所以 才收到Bilibili这封信 就表示1万 我的YouTube现在才1千多 1千9百 然后这边 为找谁 很高兴在这里祝贺你 你在Bilibili成就达成1万 1万粉丝成就感谢你在Bilibili的世界 任意发挥潇洒 任意 任意挥洒激情和想象 创造出那么有趣而丰富有价值的内容 这是属于你的珍贵荣耀 希望能成为你创造上的一个里程碑 对 的确是一个里程碑 1万粉丝 我相信每个人总会有自己的发光 方式发光 通过创作 你与一个个鲜活有趣的灵魂相通 哇 很久没看了 那么有文采的作品 分享着喜悦与感动 对 也对 分享着喜悦与感动 因为就是那一刻的喜悦 那一刻的感动 而且没有什么比得上 发现你的创造力 并与其他传达给世界 令我们感到骄傲 那给多点钱嘛 然后我们坚信Bilibili 一直是属于爱好者的社区 没有每一个里的创作 Bilibili就无法从一个小小的团队 逐步会起那么多的力量 拥有今天的成长 能够在这里与你相遇 是一个莫大的幸运 我们所做出的努力 就是期待一个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创作者的区域 能让你在这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实现自己的梦想 希望你敢想 敢做 朝着下一个目标不断前行 Bilibili 董事长兼CEO 签名我看不懂 反正你们知道 很喜欢的就是四个字 敢想 敢做 所以如果看我视频的话 我希望你不单单看我的视频 而是能我的视频能够帮助到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在想录制视频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看我的视频只是一种享受 然后过后就完了 对你没有生命 或者是对你没有任何启发 对你没有任何的动力的话 我觉得我是蛮失败的 或者 可能我得到了只是流量 只是一点点钱 或者一点点的记录 但如果这视频在你看了以后 对你的动力 应该讲动力 或者对你的生活上 你有你设定新的目标 新的挑战 在不断的充实自己的话 我觉得这个比任何流量 任何粉丝 我不喜欢粉丝这个字 关注者或者订阅者 这个字会比较好 你看的时候 看完视频 你会去拍 你会去做 做你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但视频当中也有很多 会有负面的回复 之前我已经录过了 关于恶意评论的时候 会有打击创作者的心情 很多时候当你录视频 开始制作 开始创作视频的时候 你就要抱着一颗 似死如归的心 这个就是我的回复 任何的负面的贫富 不会是最后一个 也不会是第一个 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一直会有 无论你做的都好 你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 所以当你创作 当你拍摄视频 当你做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是为了背后的 那个蓝天很吵啊 我们等那洗车的过去 所以这个今天早上起来 收到这梦信 今天早上起来收到这梦信 然后看了以后 有感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感触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或者任何事情的时候 哇真的很吵 虽然有时候在外面录制的时候 你会受到很多杂音不能够控制的影响 所以灯光师跟录音师有相似也有不同 就像录音师他要挑战很多突来启发的环境声音 他如何去控制麦克风 如何用他的手 然后灯光师也是要剪去不必要的光 在外面录制的时候如何去调 所以差不多在外面拍摄东西 也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然后回到主题 所以回到这边 所以当我看到这封信 读完这封信 然后第一个想的就是也谢谢大家 然后因为我的粉丝 我从来没有推广过我的视频 我的任何东西 但是就有那么多粉丝 可能吸粉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靠推广 然后第二就是自然 你要关注你就关注 大家顺其自然 这个就像汽车 有两种加速 一种就是自然吸气 一种就是Turbo 或者是涡轮增压 所以我就属于自然吸气的直刚 就是当你加速的时候 你不一下子就有很多的风扭输出值 但是你会慢慢的一直成长 而Turbo就是你可以一下子就可以拥有很多粉丝 我也知道有很多方法 可以一下子拥有很多粉丝 或者你拍摄视频的手法 或者简介的手法 我个人喜欢的就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拍摄手法 就是简单 直接 明了 然后顺其自然 所以这个就是我拍摄视频的风格 没有太多的简介 尽量一镜到底 然后每天更新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一加一等于二的一个方式 一个视频的制作 没有太多的特效 这个就是像你经常喝的一杯清水 我觉得水是很淡淡无味的 但是却是你很需要的一杯清水 而不是什么强烈的酒 或者是其他的兴奋剂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谢谢大家 一万粉丝 B站好像我没录过这个主题 我没想 那时候我没想过要录制这个主题 一万粉丝我没想到会收到 然后十万粉丝 然后YouTube 然后等等都会可能 等十万粉丝的时候 可能会收到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录到十万 会不会 因为将来是没有人知道 将来拍摄东西没有人懂 哇好像要下雨了 雾云来了 蓝天也走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简单的一个分享 开始搬砖了 拜